我跟老師提到的 如果你拍照都沒有整理 其實現在大家應該洗照片的機會不是那麼多吧 對不對 照片也沒洗出來 就放在手機裡面 或相機裡面 萬一相機壞掉或記憶卡壞掉 還是手機不小心壞掉或遺失 怎麼辦 蛤 要怎樣 資料到你只有這樣 資料只有你有耶 沒有別人家有啊 那怎麼辦呢 所以其實你還是要做一下備份 好我這邊的話剛剛有給老師稍微看一下就是我們的那個 雲端硬碟這個bottle的部分 那麼他除了剛剛我們跟老師介紹的在雲端硬碟裡面有那個功能以外 其實呢我現在最喜歡的事實上還有兩個部分 好 就是重溫這一天 重溫這一天 我剛剛跟老師提到雲端硬碟的就是在這裡有沒有 他跟他同步的 那如果說您還是要用你原本有在用的2G沒有信箱 您可以去設定一下如果你的照片是1600萬像素以內 或者是您用錄影的方式是屬於所謂的Full HD 1920從1080以內的這個影片不佔你任何的雲端硬碟空間 雖然一般的只有15G對不對 但是不會在那個空間 所以我現在都還蠻大膽用錄影的 因為我們小朋友都小 我們小朋友都讀同一間 偶爾也會遇到 我們是家長同學會 好 那所以呢 這裡先了解這個概念之後 您登錄到雲端硬碟 那因為後面是個人資料 所以我就不錄影了 所以我先停一下 好 好